大家好,欢迎收看一顶历史 说起监狱,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那个地方 它是一个十分不受欢迎的存在 因为没有人愿意回去那里 被抓到监狱里的人通常都是犯过错的人 就算他们是一时冲动犯罪了 可是仍然要为自己的过错而付出代价 希望可以在监狱里面获得新生 可是在泰国就有一个让大家非常喜欢的监狱 这个监狱可以被叫做是最特殊的监狱 它每天都会对外开放 而且监狱里面的女犯人还要给客人进行服务 那就是按摩了 大概每天八点半的时候 搭载女犯人的车辆会在这里停下 他们便由此开始一整天的工作 预警到了之后就会开始负责站在门口 维持客人秩序并且排队收费 正常情况下很多人八点多就会在这里排队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 那就是在里面接受服务的时候 不能给女犯人拍照 他们并不希望自己被公布出去 每个按摩人员都非常可爱 他们开朗见谈 跟游客聊天的时候非常有礼貌 很多人心想 毕竟服务的都是女犯人 万一与他们有个争吵 那不是要赔上游客的性命 其实这种情况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能够来这里服务的女犯人 都经过严格的审核 这些人基本上都比较和善 而且很有礼貌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每个人犯了错都有改过的机会 泰国花式按摩本身就是很出名的 再加上这些女犯人 学会了花式按摩以后 等到出狱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项技能去生活 不至于会被社会淘汰 等到这些人完全掌握了 这项技能之后 就可以给旅游的人提供这项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